这人家都比咱们快两级了 咱们也是不是也得抓点紧了 你看我这新房也都安置好 就差盖个招 你着急啊 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啊 你现在居然当着我的面看 年轻弟弟 没有啊 我哪看了 你别当海的面下说什么的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为什么非要一定要把你放眼 我把你放在心里嘛好不好 一会儿把他们送到幼儿园之后 我们就请假 择日不如庄人 咱们领证去 那我考虑考虑吧 不许考虑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都听出了吧 爷爷 对不起 我姐姐咋 浩宇啊 坐 我和你们讲啊 无论浩晨和你姐姐她们谁对谁错 我都不应该由你和浩宇来承担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之前那么着急想要弄清楚真相 我让爷爷您那么为难 我真的 没什么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养身体 别不开心 要不然将来宝宝生出来 你也是个绝脾气 我知道 家庭啊 就像一副骨架 当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亲人的时候啊 就像失去一块骨头 真的很疼 但是其他的骨骼呢 还是需要正常的生长 它不会因为失去而停止 那些新潮的汹涌 永远来光月光 活着的人和即将到来的人 才是更重要的 好了 别难过了 老月啊 我和你媳妇 你这马上又要当爹的人了 你怎么也得说两句啊 那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都喜欢 都喜欢 男孩女孩都好 苏勒 告诉爷爷 现在想吃什么 我想吃点甜的 我想吃甜的 好好好 小语 走走走 咱们给你买一下 好了 好好休息啊 我们给你买一下 快躺下 快躺下 好 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啊 姐姐的人生充满了坎坷 如果她能早年放下这一切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呢 你不如带着孩子就离开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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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负责到底的 我不会离开的 你说什么 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齐斯乐 你 除了 天哪 是你逼我的 你必要快 anxious 不用 恢够了 我必须 phải 呃 连长 怎么了 呃 连长 怎么了 门口放学时候人多 他抱起俩孩子就上车了 保安去追 我们也第一时间就报警了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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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吗 对不起啊 接 手表 手表 孩子们手表怎么关机了 幼儿园是不允许戴手表的 所以上课时是要求孩子们关机的 疯了 孩子呢 孩子找到了吗 对不起啊 是我的问题 我就不应该今天去领证的 我联系人去找 别急 别急 没问题 喂 斯乐 我前天你帮我的孩子带到哪儿去喔 你说话 你别那么激动嘛 我只是想跟他们在一起 生天带她们见见 真正的妈妈 你要干什么 要说是你 晴天 死了 关机了 她说什么 她说 她说 要带我们的孩子 去见真正的妈妈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先别急 你别急会有办法的 我们可以先去 晴天经常去的景方 看一下 这个跳跳舞 我练习这个 一样好玩 还有这个 小风车 轩轩 开心吗 妈妈呢 妈妈 妈妈就在这儿啊 没有啊 没有啊 轩轩 来 叔叔抱 来 这里很久之前 不是这样的 这是我跟你妈妈的家 你看这儿 这儿原来 有一张桌子 我跟你妈妈 经常在这儿画画 还有那儿 那里之前有一个小木板 我跟你妈妈 把它当沙发 也不在公司的地带 他们到底能去哪儿啊 福利院 福利院 她可能会带孩子们 去福利院 走 去福利院 好 叔叔 你在说什么啊 学生也听不懂 每天晚上 我都会在这儿 你妈妈 肯定都会过来